欢迎来到正解局 正解一切不明白 最近一位科威特粉丝突然私信局长 问中国有没有什么事少钱多的工作推荐 想过来打工 我沉思了一会儿反问他 为什么不在家好好的卖石油呢 土豪先生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竟然一连发了三个悲伤的表情过来 局长突然意识到 问题有点严重了 今天局长就带大家一起走进科威特 探寻土豪一键三连背后的引擎 科威特中东一个很小的国家 自身条件特别差 国土面积不大 17818平方公里和帝都差不多 但人口才400多万 只有帝都的五分之一 气候属于热带沙漠性气候 夏季炎热又漫长 且全境只有0.6%的土地适合重粮 这还没完 更惨的是 科威特是全球唯一没法用湖泊或水库自然供水的国家 只能靠海水淡化 或从深层地底抽水 亦或者砸钱进口 单看这些条件 这样的地方是不可能发展出富裕的国家的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老天在赐予了科威特这么恶劣生存环境的同时 也偷偷在地底下 蕴藏了满满一池子的石油 这里考大家一下 石油主要埋藏在什么岩石之中 A.沉积岩 B.变质岩 C.岩浆岩 请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答案是 A.沉积岩 1934年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 猎强们闷声准备搞大事 中东这片荒地自然也逃不掉 都被拿来搞开发做勘探 而这一勘探可不得了 竟然在科威特发现了 储量高达140亿吨的石油田 排名位列全球第七 科威特一下子走上了 发家致富的高速路 开采第一年就买了车 第二年买了房 第三年更是娶了媳妇 又孝顺了老娘 风头一时无两 献煞诸多旁人 仅靠着出口石油 科威特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还曾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拥有科威特国籍的居民 一生的教育都是免费的 看病医疗也都是国家承担 收入免税 待遇从优 再说说就业 科威特大学毕业后的月薪 就有2000地纳尔 大学教授是6000 地纳尔可不是日币 他号称世界上价值最高的货币单位 比英镑的单位价值还高 一地纳尔相当于22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 科威特大学生毕业后的月薪 折合就是人民币44000元 嗨 这可是局长今年定下的年薪目标 羡慕了科威特人5分钟后 局长想起了鲁先生的一句话 世界上不该有白嫖的午餐 因为那样 饭店主人会被饿死 果然 2019年 科威特政府这一店主的预算赤字 将近460亿美元 这已是连续第7年财政赤字 连续的财政赤字 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 入不敷出 先看收入 自2014年以来 原油价格持续下跌 最近的原油价格 在每桶40美元左右 不到7年前的一半 油价低迷 对科威特这样的石油出口国 影响最大 乌漏偏逢连夜雨 2020年又遭遇了新冠疫情 经济形势进一步下滑 原油的消费量就更低了 再加上新能源的冲击 科威特的日子愈发难过 石油天然气出口额 只有2014年的三分之一 再看支出 赚的钱少了 花的钱可没少 政府开支的四分之三 都用来给国民发工资和福利 现在油价跌了 政府收入少了 发给国民的支出 却没有减少 据彭博社统计 80%的科威特人 被国有石油公司雇佣 简直是人均铁饭碗 更离谱的是 一个普通的科威特家庭 单单在每月 在吃穿住行方面的福利 就有2000美元 另据媒体报道 以科威特现有的流动资产计算 当局已经不可能缓解460亿美元的赤字了 毕竟他不能和大洋比安的漂亮国一样 再多造几台印钞界 其实早在2016年 当时任科威特财政部长 阿纳斯·阿尔·萨利赫 就已经发出警告 要做好削减开支 为失去石油的支撑做好准备 然而 这一言论 仅仅在国内收获了一波 习惯白嫖福利的公民的无情嘲笑 民众嗤之以鼻 但科威特政府 其实一直在为这一天有所准备着 早在1976年 政府就将每年卖石油收入的10%拿出来 设立了一项名为 未来一代人基金的基金 日积月累 迄今 未来一代人基金的规模 已高达5500亿美元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科威特政府 已经准备停止向这项基金注资 并从这项基金拿钱补贴福利 建议维持政府信用 此举一出 有人支持 也有人反对 在很多人看来 肯老本只是羊汤纸费 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求变 即推动经济改革 摆脱对石油能源的依赖 实现国家经济的多元化 而像科威特这样 想要摆脱能源诅咒怪圈的海湾国家并不少 比如沙特阿拉伯王储 萨勒曼 就制定了一项名为 愿景2030的计划 旨在减少沙特经济对石油的依赖 再如阿联酋 将迪拜作为试验田 试图打造成中东的金融和物流中心 但都革命尚未成功 仍需统治努力 前面说过 海湾国家位于气候干燥炎热的中东地区 自然条件差 还要受经济基础 人力资源 市场狭小等因素影响 再加上代理人发展战争 国内动荡 冲突不断 想要发展能源之外的其他产业 谈何容易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为以色列 讲到这里 局长不禁感叹 真是多难新帮 很多科威特国民在呼吁经济改革的同时 不知道有没有想过 经济改革不仅要靠政府 也要靠他们自身的努力 生活富足 福利太好 科威特国民在工作上挑三减四 钱多是少的优先 大部分脏活累活都交给了外籍人员 人家赚钱外汇拿到手软 GDP可不算在科威特政府账上 俗话说得好 游减入奢益 游奢入减难 被政府惯坏的科威特国民 是否愿意断奶 同意政府需要减掉根本不可能维持的高福利社会 下海和局长一起 为自己国家的未来而努力 如果大部分科威特国民 仍只想待在石油部门 那么经济多元化改革 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现在的情况是 因为油价持续低迷 留给科威特国民选择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政府破产是迟早的事 对了 在这里回复一下那位科威特粉丝 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整个世界要开始内卷了 中国没有这么好福利的工作 只有一辈辈自强不息 努力奋斗的中国人 本期节目告一段落 关注郑解局 带你长姿势 郑解局 郑解一切不明白 下期再会 获取更多郑解局深度作品 可微信搜索 关注同名公众号 郑解局 咱 季 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